一字朋友间的感情纠纷 花房部士兵惨遭现弹枪打伤 花房部一名余姓士兵 昨天晚间趁休假跟王姓女子相约 到朋友的洗车场聊天 但是王姓女子疑似跟另外一名 离姓男子爆发了感情纠纷 双方谈判破裂 离姓男子进持现弹枪对着女子开枪 过程当中误及20岁的余姓士兵 造成她的左胸和脸部都有明显枪伤 天色昏暖 在花莲市建林街 却有一名男子仓皇逃逸 原警钻了上去顺利把人逮捕 因为他就是开现弹枪 射击花房部士兵的主贤 被枪击的余姓士兵早已贪软 坐在椅子上 救务人员一到现场 就发现他的左胸和脸部 有密密麻麻的枪伤 余姓士兵已经没有力气讲话 更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开枪 救务人员赶紧把他送一急救 一旁的友人也余记犹存 花莲市区夜里惊传枪响 警方调查中弹的余姓士兵 19号晚间趁着休假 和王姓女子相约到花莲市的一间洗车厂找朋友 不过王姓女子疑似和立一名离姓男子之间有感情纠纷 离姓男子愤而到洗车厂找女子谈判 结果双方谈判破局 离姓男子一度离开 最后折返就拿出预藏的线弹枪 本来要对女子开枪 没想到却误及余姓士兵 离姓男子被捕后 还变成是枪支走火才会误伤 举言局现场查获射先人 并查扣一把枪支及部分的子弹 离姓男子落网后 警方还查出他的背包里 除了有改造线弹枪还有蓝拨刀 讯后被依照杀人未遂等罪嫌 含送侦办 至于重伤的士兵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军方也回应会配合调查 只是因为感情纠纷 愤而开枪还误伤他人 警方将深入追查枪支来源 厘清案情 届成今夜花联报导